近日 京熊成绩铁路河北段轨道铺设全部完成 至此 连接北京与雄安新区的成绩铁路实现了全线轨道贯通 2017年以来 中国依托智能精章 智能精雄等重点项目 广泛应用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 人工智能 北斗导航等 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铁路运输深度融合发展 在工程建造 技术装备和运营服务等方面 开展了一系列创新与实践 初步构建了中国智能高铁的体系架构 今年底 京熊成绩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将集中展现中国铁路智能建造 智能装备 智能运营的最新成果 8月17号 京熊成绩铁路最后一组500米长钢轨 平稳落在五闸道床上 晶条后 轨道误差不超过0.5毫米 标志着中国智能高铁新标杆 京熊成绩铁路全线轨道贯通 那个线路没有经过晶条 它的精度也是很高的 经过晶条和钢轨打磨以后 就进入连条连式阶段 我们的各种实验车要在上面跑 检测它的各种技术状况 然后就进入适应形阶段 年底达到开通条件 京熊成绩铁路作为雄安新区千年大计的开路先锋 无论是在勘测还是铺轨施工阶段 建设者用误差不超过1毫米的精品施工要求 引领智能高铁之路 勘测阶段 设计师运用激光雷达测绘技术和摇杆技术 提升效率和测量精度 基于BIM和GIS等技术 开工前设计人员已模拟出了整条铁路数据 铺轨过程中 基于北斗卫星和GIS技术的定位大网 实时为铺轨机提供指引 机身前后方的摄像头 传输线路上机车运行画面和行驶速度 确保施工安全 毫米级的精度要求 近乎成了京熊成绩铁路建设的标准格式 京熊成绩铁路河北段 采用了一次铺设跨区间的无缝线路 轨道面平直度控制在0至0.2毫米 高铁在行驶中将更加平顺稳定 专家介绍 这一技术是超越当前 世界轨道平顺度的全新挑战 开通后的京熊成绩铁路 将全线采用CTCS3加ATO 智能高铁列车控制系统 和智能高铁调度指挥系统 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 可实现列车无人驾驶 在图运行实时调整 在提高行车管理效率的同时 实现智能运维安全运营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车站 配备刷脸近站 5G覆盖及电子客票系统 将全面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人脸身份证护照 港澳通行证都可作为电子票刷近站 高铁换乘 机场直击都很便捷 截至今年7月底 中国高铁里程达3.6万公里 距世界第一 是世界其他国家高速铁路 总长度的两倍多 中国铁路在智能建造 智能装备 智能运营 三个领域的探索和实践 初步构建了中国智能高铁的 技术体系 数据体系和标准体系 将推动中国高铁进一步现代化 为世界铁路发展 贡献中国方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